你怎么回事 怎么了 什么事 今天大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你给了他二十万 这怎么回事 大哥给爸买房还差二十万 大嫂那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这钱咱们得出呀 这个不重要 我想知道你哪儿来这么多钱 你别问那么多了 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吧 我不退 我不但不退 我还要追加投资 你什么意思啊 我老婆有钱呀 我什么意思 小金库里可以随随便便拿出二十万 我把车都卖了 莉莉 你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好 我实话告诉你 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 所以麻烦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 我要着急把钱还给别人 找谁借的 你别问了 谁会借你二十万 这很重要吗 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 我要着急还人给你家钱呢 当然重要了 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 你们是什么关系 这不重要吗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他是谁 我认识他吗 你们好多久了 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你为什么要找他借钱 如果不是你把家里给掏空了 我至于去找别人借钱啊我 我能找谁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 你 你这要不是打我的脸吗 你给我脸了吗 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 脸我早就丢尽了我 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 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 把钱拿回来 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 她也是父母养大的 本来的钱她就应该出 你不就当可笑吗 人家明玉十八岁以后 根本没用过家里的钱 十八岁以前呢 她是和西北风长大的 朱莉 你去找她借钱 你认为她会借给你吗 她为什么这么痛快 把钱借给你 她是要借这个机会羞辱我们 她就不想让我舒服 好 她借给你钱了 你再还给她 她非常非常满意 她舒服了 我不舒服 她不想让我舒服 咱们谁都别舒服 买房子的钱就让她全出 把大哥的钱也退回去 爱怎么折怎么折 苏明晨给我站住 你要讲爸的道理 这钱是我借的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这钱我必须还了 你有什么资格老说名誉啊 他有什么错 他知道给家里面出钱出力 你做了些什么 你就知道算计人家的钱 连爸买房的钱 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 你真是好意思啊你 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啊 茗玉说的有什么错呀 你根本就是一个 还没断断的孩子 放屁